欢迎韩院长进场 韩国瑜热情迎接台商 天天形成满党的他 才刚帮民进党瞧中央总预算的和解范 现在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 还要率领大法官被提名人拜会韩国瑜 希望任何的人士同意权 回归专业的审查 礼貌的拜会韩院长 我认为有其必要 只是不久前 韩国瑜才刚跟卓榮泰喝完温暖的咖啡 随后就有和解范 是因此让民进党实随之位吗 变成任何疑难杂症 卡关的人士 卡关的预算 通通都来找韩国瑜 什么东西都要找韩国瑜 但是就是不见赖清德找韩国瑜 为什么韩国瑜只有行政院长 然后只有潘孟安 你是什么咖 这个没事赖清德 有事韩国瑜 我觉得这个情况是非常离谱的 大法官人事案会卡关 症结点就在于提名人选 结果民进党说 相信韩国瑜能够协助人事案 不再被政治杯葛 你应该去找在野党党团 去找黄国昌 去找傅坤起 你怎么去找韩国瑜呢 目的就是在做政治操作 到最后好好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推给韩国瑜 推给在野党 你提名提得这么烂 你跟韩国瑜要讲什么呢 难道跟韩国瑜院长讲完之后 你所提名的姚立民就变神仙了吗 民进党什么东西自己搞不好 就去拜托韩国瑜 转身又开始辱骂韩国瑜 两面手法说的就是韩国瑜 刚在个人粉砖发的 国庆晚会宣传片 里头国旗飘扬 满满中华民国味 用的是2020年 他竞选总统的画面 绿营批评恐怕引发 公司不分的争议 呼吁减少政党色彩 绿粉也大酸 你还在选总统吗 搞得像选总统 有够丢脸 被罢免的人 好意思 韩国瑜在自己的个人脸书上 稍微宣传了国庆的影片 结果绿营还要出征 那民进党一边要求韩国瑜 但另一方面又在攻击韩国瑜 是不是最后如果 韩国瑜不答应民进党 还要继续鞭尸呢 简单来说 所有的事情都得由民进党做主 请不吝点赞订阅